原来我们有个山头,在香港这个地方 有个山头是 不同的宗教都在那里 回教啦,佛教啦,基督教啦,天主教啦 石刻教啦,全部人都在山头那里 不过我想太英姊妹,我想你都应该知道一件事实 就是这些位置呢,全部都满了 大家知不知这件事的? 跟他们说,满了 就算我们死了,发了灰了,对吧? 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连那个位置都是没有的 大概平均等候年龄,等候的时间是大概一年左右 因为政府要开新的,那些叫做什么?骨灰的地方 跟着那里要抽签的 要抽到才有的 哇,在香港地,死都没有地方,对吧? 啊,今天主日应该不要说这些的 不过我想告诉你,有些人就告诉我 我三个礼拜前,我又去了大盘湾 因为帮手安葬,因为我们的姊妹 这个姊妹,我不知道她有眼光还是什么 二十几年前就在大盘湾买了一块地 所以可以在那里撞 当时听他们的家人说,我告诉他 两万多就可以了 你知不知道两万多今天连一个骨灰位都不够? 但是现在我告诉他,我八卦一下 最新的价钱是多少? 他告诉我,现在大概是那些 没有什么景的位置都成三十万了 跟隔壁说,三十万了 我又一个礼拜前,我又收到那封信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不停收这些信 一个礼拜前,我们有没有人上过杜丰山? 杜丰山有坟地的,知道吗? 你猜一下多少钱,可以撞在那里 是整件放在那里的那里 好,请你跟隔壁猜一下 撞在杜丰山,要多少钱? 好,给你跟隔壁说个价钱 如果你猜中的,我们给一个 掌声你 有人说不用钱,长老的身份当然不同 我们说一般人,是吧? 好,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一百万,有没有人多过一百万? 两百万,有没有人多过两百万? 一百二十万,我告诉你 要撞在杜丰山 你要先用二十五万买个会员资格 就是说你没撞之前,没死之前 他都已经预了收你二十五万入会了 就是,哇,你跟隔壁说真的很懂计数 怕你买了,怕你拿一班会员回来 接着呢,要七十五万买个位 加上呢,其实就是一百万了 告诉隔壁说,教会也挺懂得赚钱的 哦? 丁姐妹,不过我今天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你不需要太担心,你整天死了,撞在哪里 用隔壁说,你不用担心了 因为那些地方呢,去到这么贵,有一个原因 他告诉你,撞在这里呢,叫做永远坟墙,是吧? 丁姐妹,我们不要永远坟墙,是吧? 丁姐妹,我们不要我的生命呢,永远都是坟墙 对吧?我们很想我们的生命呢 永远都在天堂里面,是吧? 而且,圣经清清楚楚告诉你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 神就将我们呢,带到祂的永远里面 在这个真真正正的永远里面呢 我们能够享永远的福乐 所以呢,地上面,无论告诉你那个坟地呢 要多少钱,你可以在那里永远停留呢? 对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是绝对没有需要的 所以,你跟隔壁说,我们不需要永远坟墙了 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人 他是不停地去想,究竟我死了之后 那个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有些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菲律宾 其中一个之前呢,一个参观的点 就是去看华人的坟墙 他们的华人坟墙是 全部都,你尝试想象 将我们今天在新界见到的村屋呢 将它大概宿世到四分之一 华人呢,因为觉得,我自己 祖先走了之后,要比他大一点的地方 所以呢,就有些个坟墙呢 就做到好像一间屋那样,给他家人在那里住 出之呢,是因为那些人太,菲律宾人很多很穷 所以呢,华人在那里遇见了家人之后呢 有些菲律宾人或者穷的人 住在贫民窟的人呢 就搬进去这些地方住 我们觉得很奇怪 在土耳其,有一些好像整个屋那样大 我们已经有这么大的坟墙 在我心里面有一种想法就是 如果我死了,我死了呢 有一个很大的地方,这个地方能够保护我 但除此那个地方又是怎样呢 全部都烂了,今天沦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免费的 但是呢,几年前再去再看,已经要收钱了 你猜中国人有没有呢? 如果你今天有机会,你听牧师说 走去这个红磡啊,你去看看 你就发觉,就算中国人有很多幻想的 我都是指责公仔的,是不是? 那些传统指责,我们都听过的了 那我们最新的指责有iPad,是不是? 但我真的很想告诉他,有时候我走过 看到有iPad的 但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他做错事 他没有插座 而且他有iPhone 7 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到现在我都没发觉他有的 就是他,小米那些是我们真人用的 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尿袋 所有人用手提电话,你怎么会知道? 没有怎么办,是不是? 弟兄姐妹,你想像一下 带着这样的想法 真的有在下面的 其实都挺麻烦的 因为有时候我见过一个轮椅 今天我留下了 欢迎我们中间一位 很好的婆婆 在我中间 伸强的妈妈 跟我一起崇拜 给她一些掌声,好吗?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是不是? 这个不是我们的想法,是不是? 所以呢,弟兄姐妹,我很想 今天当我们在复活节的日子 纪念耶稣复活的时候 我们正在祝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信的那位主 是一位复活的主 他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种不同的方法 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所以呢,一方面我们不需要担心 有一天我们拜年归老了,是不是? 我们究竟去哪里? 所以这个坟墓呢,我们不需要太担心 我反而,弟兄姐妹 在耶稣的教导里面 有告诉我们有另一种的坟墓 只得我们自己想 当时他就看着那些法利赛人 耶稣就这样跟他们说 指着他们说 喂,你们这帮粉色的坟墓 哇,我心想 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嗎? 法利赛人是 你尝尝是你的牧师 哇,很知道规矩 哇,圣经应该有少少熟 不算很熟 但是,总之 在当时在社会里面 很有地位的人 然后告诉他们 喂,你是粉色的坟墓 什么是粉色的坟墓 你姐妹,这几天应该有很多人都去掃墓 是不是? 我其实担心阿夹怎么翻译 素墓这个字 是不是? 这几天 素墓是什么? 喂,原本野草重新的 弄干净它 是不是? 弄得很多很多 你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中国人有表达一份 效敬,一份敬意 但耶稣说 对着那些法利赛人 那些宗教 好像很有地位的人 读很多书的人 然后告诉他们 喂,你是粉色的坟墓 没有啊 心里面有点怯的 因为耶稣也在说我 因为耶稣也在说我 他在说我 他在说我 喂,我外面好像 漂亮的,这个肯定的了 外面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跟从主的人 像不像? 像他们 法利赛人 一收到任何人 拿十分之一 什么都算得清清楚楚 主日 你有没有试过 主日不回来教堂? 奴儿有没有? 那你就不厉害了 是不是? 有没有迟到? 我告诉你 法利赛人 你以为会不会迟到? 绝对不会 而且每个礼拜都准时 耶稣说 哇,你做得这么好 那些人 竟然说他是 粉色的坟墓 等于 因为耶稣在说我们 里面究竟有没有 那份 真正的生命里在 为什么 其实我只是做了外面的事 里面没有呢? 今天呢,我很想和你看 在耶稣的一帮门徒里面 在复活以后 在复活以后 他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因为耶稣复活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让姐妹耶稣复活 会带来生命的转变 请你和隔壁说 耶稣复活 带来生命的转变 我们讲了很多次的题目 今天我不单止告诉你 可以改变 我很想和你分享 究竟怎样可以改变过来 好吗?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 有行福音 第20章 第1节 第10节 找到的? 今天 好,我们一起读 好吗? 好ια 耶稣 好 那 五团 五团 六团 中语 D 五团 第一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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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